在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通性的合理充裕 中国银行在星期一对18家金融机构开展了MLF的操作 共达2670亿元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于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另外在欧洲方面德国则是公布了4月份的IFO一个商业情绪的指数 这样一个数据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也低于预期只有106.6 英国方面则是公布了最新的CBI工业的趋势问卷的结果 在4月份是有所上升 不过依然是一个负值是负的11 美国稍后将公布3月份的新房的销售数据 以及达拉斯联储制造业的问卷结果 美元线的走势是出现走软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1.1250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是上涨到了1.4469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下滩到了111.13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了0.6860 这样一个比价是保持在压力线0.69之下 有一定程度的走软 相对强弱指标RSI的曲线的走势也是向下的 未来有望会看到这个比价保持在0.69之下 首先到了0.6820之后走软到0.6790 如果这个比价再次反弹并且能突破0.69的话 就有可能会上升到0.6935之后上涨到0.6980 再关注一下周一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都是出现反弹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237.50美元 在每盎司1227美元的附近是形成了新的支撑线 在未来可能下探的趋势比较的有限 相对强弱指标RSI也是缺乏向下的动力 未来如果金价能够稳固在每盎司1227美元之上的话 有望能够上升到每盎司1240美元之后 上涨到每盎司1246美元 如果金价再次出现下滑并且跌破每盎司1227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220美元之后 走软到每盎司1216.50美元 最后再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7.0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吹铃三筹 财经电视